先准备一个冬瓜,清洗干净,把头部去掉 冬瓜用一半就行了 然后去掉冬瓜皮 再用擦拭器,擦成比较细的冬瓜丝 再准备半根玉米,把玉米粒削掉 切好之后装盘备用 再把胡萝卜先切片 再切成红条 最后切成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木耳期间泡发,切成丝 和玉米放在一起 喜欢吃火腿肠可以加两根 把它先切成条,最后切成丁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切点葱花 接下来再准备一点大蒜,切成末 油热下入葱花,蒜末炒香 接下来把葱萝卜也放入碗中 接下来把葱萝卜也放入碗中 最后加入清水 把玉米,木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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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火腿肠也加进来 大火煮十分钟 碗里面加入一层淀粉 再加入清水 水开后加入盐,蚝油,白胡椒,生抽 调一下味儿 出锅前淋入水淀粉 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搅散备用 再次烧开,把鸡蛋液也倒进来 最后加点香油,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炖瓜汤,味道真是好鲜美啊 清淡不油腻,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天 就应该多喝些 喜欢可以试试 谢谢您的观看,下期再见